我们现在在南营的深河市场 一会儿师傅要给一头驴修蹄子 这个驴蹄子是我们近半年来 见的最长的一个了 好久没见过了 一会儿带大家看一看 先看看这头驴怎么走路 看一看 从这边看这蹄子老长老长了 一会儿修完之后 咱们再对比一下 看看这个驴蹄子到底有多长 站着不住 师傅先套起一条腿来 这个板件没见过这么长的蹄子 这脚太长了 再来一拆就叼了 再加上来 切下来一半多 这脚一下子就得劲了 看里边还坏了 猫驴站着来回的洞 师傅给他拧上鼻子 让他转移注意力 这样的话修蹄子就非常得劲了 站住 站住 你给你酒都要化妆了 给你 原来 对 一点水分有磨了 里头 你看看里头叫他嘎嘞 影出这儿了 师傅你的刀 你看看 你的刀是8块的 都在说师傅的刀坏了 师傅吐两口痛了 又增加一下它的润滑度 不加刀 这样切就好切了 看看师傅的刀 师傅的刀上都有祸口了 快了 哎 哎 掉了 他嘎透了 再来 这家伙里头都嘎成这儿了 一点水分也没了 喝了应该会吧 对 好嘞 哎呦 这一大块 这绿梯子挖了 这地方一点水分也没 都拉了 带一个梯子去航一进来 绿梯子都拉成这样的 一贴都撒了 来看看 里头倒是没什么事 要多数人 一贴 要20多 你不用 那 那 师傅换了一把刀啊 还是这个刀块 我车下完 我要十九的 你这个 好 好嘞 对 还是这刀带劲 快刀抓老毛 这会切下来 对劲多了 你看看 这是切下来的那个驴蹄子 看看啊 我这 我的 快点是吧 里边角形里边切出来又流水啊 不知道它流的是什么 看着师傅啊 落底了 这一刀一刀一片一片的 切下来真是太舒服了 太减压了啊 这驴蹄子那是一点毛约没有 就是咋那么长的 让它自己感觉一下 你敢转眼啊 你敢转眼啊 他能转眼 取这么多 这绿四个都交着对劲来 交出对劲来 来的 马上修完了啊 看看这是 切下来的这些驴蹄子 看看 大不一样了 前后大对比啊 走路姿势都不一样了 感谢 感谢 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